Tunitas Creek海滩项目团队目前正在评估该场地的三个设计方案 以达到建造安全的休闲娱乐海岸 保护该地区的敏感栖息地和故土互泼等需求之间的平衡 作为一个服务于公众的公园 我们有兴趣了解您希望如何使用公园 以及您希望优先建设的项目 视频中呈现的设计方案是备选方案一 将会根据调查获得的反馈进行修订 我们想聆听您的建议 有哪些设施是您希望看到的 哪些您会优先使用 您希望看到哪些程度的初始投资 您希望先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 还是先对场地进行维护以恢复其自然风貌 停车场是塑造该海滩公园可达性的重要一环 这些示意图显示了每种设计方案的停车位 洛克区公交车以及房车区和车辆进出动线图 尽管场地的陡峭增加了设计难度 单项目团队正在考虑各种可能性 力求为不同行动力的游客提供合适的步道 这些示意图显示了不同级别的游客通道 我们希望得到您的反馈 我们需要在公园中安置洗手间 维护间和有助于增进公园体验的配套设施 示意图显示了我们对其位置和用途的提案 这些设计仍在进行中 我们希望了解这些设施对于您的重要性 备选方案一使公园开放 满足游客安全的同时进行最少的人工干预 备选方案二有更多的提升和更完善的公园设施 备选方案三有最大的建设量 但同时也需要更多的生态栖息地的修复和景观维护 请您在观看视频后 单击PDF可以更详细地了解有关设计 备选方案的更多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